如果我們繼續來看這件 這是何好黑人的藝人丹建舊 讓何好大牙的藝人就二派來指控 說十一年前 我會弄一命他飯店的房間給性所要 這個黑人本地是對大牙 拿出民宿要求保障一千萬 不然是退回到民宿的起訴 換來控告到大牙行事的加黨緩蟲 台北地檢視再起的九點半 以告訴人的身份來團團這個丹建舊 這也是丹建舊在事情發生後的五十天 第一次在驚頭前來現身 丹建舊說他要用法律來捍衛自己的情報 對其他的問題都不願意來回應 丹建舊要離開到地檢視之前 又在大火當中九十度極競來比戰 看起來對自己的官司是很有信心 跟大家合理一下究竟 以前黑人丹建舊 繼續問是 要走的時候又比一個讚 看起來對官司很信心 接下來還是持續會用法律 來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再一次就是感謝大家的關心 接下來一切都交給司法來處理 彌兔的風波過五十天 黑人第一次出現就是來告白檢 問生的時間超四十分鐘 因為他提供 要控制她的吉田大雅 不過說明一個公司就快離開這裡 春的問題全部沒有回應 黑人漸漸看下米土的紅包 求吉田大雅押了 十幾年前是陷害他生死了 和彌兔入世 也報問制控黑人 這次大雅賣給他一個人 雖然黑人和太太泛泛 都會給大家提供民宿個手 但另外對大雅提供 興趣加檔規範罪 今天以各所人的心分來接受問生 七個黑人方法現換新律師 改造這個有十五年檢察署經驗的律師 所記錄來接 專個興趣 真有可能就是律師的手法出力 藉著大家的勇敢 站出來講 也沒有想過會變成今天這樣 如果各位大家 喜歡出新聞回應 現在沒有收到任何出場的通知 春的也沒有方便再回應 就看劍風會如何破定